他那個時候就是因為2016的時候 真的就是大家都被所謂的 房地合一稅嚇壞了 因為像2016年的那個 遺轉動數 就是史上最低的遺轉動數 大概只有24萬 就是房市揍冷的時候 就有可能發出這種現象 所以今年的情況上面 大家都在等 因為今年這個 平均地權條例 也是史上沒有 就好像當初房地合一稅 也是史上沒有 而且那個時候 我們都可以看到說 就是那個時候 我們在做資料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案子 它在新城屋 它一變城屋 就是它價格往下降 往下修 就是比整個下修的情況 非常嚴重的時候 跟那個車子一落地 就疊價了 對 非常相似 所以這個情況上面 的確會有這個 可能會有機會看到這樣 往往Youtube頻道 我們線上見 房價倒掛跟投課的逃命潮 這是同一件事 那什麼叫房價倒掛呢 就是我們都知道 房價有一定的倫理 好 想當然而 就是中古屋一定比新城屋便宜 新城屋一定比預售便宜 那為什麼呢 因為預售是個期貨 它買的是五年後啊 不是啊 所以五年後的房價 如果你就往外面疊 你還會去買它嗎 所以所有去買預售 都認為五年後的房價會漲 或三年後的房價會漲 所以預售是期貨的概念 所以通常就是這樣 預售會比新城屋貴 新城屋會比老的中古屋貴 這是正常的不是就這樣嗎 但台灣曾經發生過在2016年 新城屋比 新城屋比中古屋來得便宜 或者是預售屋又比新城屋來得便宜 那就房價的那個倫理就被逆轉了 那當時為什麼發生這樣的現象 而這樣的現象有人說 可能現在也會再被複製 歷史經驗有沒有可能真的被複製呢 我們來講一下房價倒掛 現在有這樣的現象 其實現在的狀況還沒有到 目前還沒有真的看到這樣的狀況 而且其實 但是它有可能出現是在於說 現在的預售屋的漲幅 實在漲得太離譜了 像我們隨便抓一個Roughly的數字 比方說像中立好了 中立呢 它可能因為它有親譜的帶動的情況下 它可能在兩三年前三四年 也就是說大概是在疫情之前 因為我們是疫情的時候 開始有做這個 全球都在做降息的情況 所以整個房市變得非常的好 但是在疫情之前呢 你大概在中立買這個 所謂的預售屋 大概就是二字頭三字頭 可是你現在要跑到青樸去買的話 你大概都是四字頭五字頭 甚至是還有賣到六字頭的 那這些當然六字頭 我們可能它是一個個案的因素 可是這個房價上面的漲幅 有點太驚人了 所以呢 你說現在量能 量 所謂的量先價錢 也就是說量能先凍結 之後價格會因為建商 他們可能必須要去釋放一些善意 才會有這個量能的回籠 這個情況上面 所以它的確有可能在這個降幅上面 可能可以看到一些明顯的狀況 尤其是呢 其實為什麼我們常常會說 所謂的價格大概就是降一到兩成 因為呢 不管是中古或是建商 他們會先砍自己的價格 也就是說他們可能 比方說像2016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那時候是房地合一稅 房地合一稅的時候 那是也是很大的衝擊 對 而且那個時候其實就是有一個 非常大的建商 在板橋的一個 現在非常指名指標性的重劃區 他打出第一槍說 他只賣四字頭 結果所有人都去排隊 那個建商好像以前是我的老闆 他現在 對就是 這個案子有名啊 沒錯 他現在有一個重劃區啊 那個重劃區現在也是 嗯 非常名氣響亮 而且價格也蠻高的 直逼新版特區 但是 所以他那時候推非常低價 他那個時候就是因為 2016的時候 真的就是 大家都被所謂的 房地合一稅嚇壞了 因為像2016年的那個 移轉動數 就是史上最低的移轉動數 大概只有24萬 就是房市揍冷的時候 就有可能發這種現象 對 所以今年的情況上面 大家都在等 因為今年這個 平均地權條例 也是史上沒有 就好像當初房地合一稅 也是史上沒有啊 所以現在就有這個 的確是有這個可能 而且那個時候 我們都可以看到說 就是 那個時候 我們在做資料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案子 他在新城屋 他一變城屋 就是他價格 往下降 往下修 就是比整個下修的情況 非常嚴重的時候 跟那個車子一落地 就疊價的概念 對 非常相似 所以這個情況上面 的確會有這個 可能會有機會看到這樣 剛講的板橋的事情 我來補充一下 就是那個時候是這樣子 在板橋呢 那個重劃區推的價格 是四字頭 對 可是你如果在那個板橋 捷運站附近 那個房價是五或六 我說的是中古屋喔 所以 預售屋是不是就賣得 比中古屋便宜 這就叫做房價倒掛 那我們剛剛不是講嗎 一般來講 不太可能 預售屋會比中古屋便宜 但那一次就真的 放下降的情況 就是因為房地合一稅 一上路之後 整個市場買氣一集洞 那預售屋的買氣一集洞之後 建商讓利 就賣很便宜 一便宜之後 那你知道中古屋 如果你是在 交通很棒的 比如說捷運周邊 或者很成熟的 生活機能很成熟的地區 他們的房價是有撐的 是兩線不錯 或者是很讚很讚的學區房 那他們房價就會撐在那裡 然後一旦 重劃區 或比較 日比的地方的 預售一降價 就有可能真的出現房價倒掛 我剛剛還有第二個地方 出現在那裡 在那個淡水新市鎮 淡水新市鎮 那時候也出現房價倒掛 如果你是在捷運周邊的淡水中古的房子 或者是在加勒福附近的中古的房子 就比那個預售的房價還有成 甚至還房價更高 然後那時候淡水新市鎮 有很多很偏僻有沒有 好遠啊 遙遠的地方 那時候他們賣一字頭 我去看過啊 然後反而你在加勒福附近 或在捷運站周邊 那是二字頭 可是那是中古屋 對 當然他們那個地方沒有很老的房子 應該算是三五年的那種房 他就賣的比預售還要貴 所以當時確實出現房價倒掛 操犯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網 所以請所有的好朋友們 到YouTube訂閱好房網 同時一定要記得打開小鈴鐺哦 阿嬤 �靖 二πο 二 三 三 感谢观看